高雄水禽吃緊 澄清湖水庫有效的容量 今天已經不到四成 部分的湖底干涸露出了沙粥和草叢 而高雄十七號期停止了洗車業 游泳池供水 勞工局就表示 若是勞工因為限水導致工時和工資減少 雇主可以通報減班休息 讓勞工請領就業安心補貼 原本湖景秀麗的澄清湖 現在卻看到草叢跟干裂的地面 變澄清湖大草原 讓民眾嘖嘖稱奇 高雄一直不下雨 高平溪蘭荷燕的水濁度提升 也讓淨水廠無法處理高濁度原水 才讓水源來自蘭荷燕的澄清湖 出現這景象 缺水也影響到部分行業生計 高市府日前宣布十七號開始公司 立游泳池洗車業停止供水 不少民眾也自發性少洗車 讓洗車業生意下滑 大家有些環保意識的話 可能會對節水來說的話 會做出響應這樣子 對 所以對我們業者的話 業績大概差不多掉了 還有三層油 減班休息的話 事業單位這邊可以提相關的一個訓練計畫 申請充電再出發的一個訓練經費的補助 如果說沒有參加這個訓練計畫的老公朋友 他還可以領到一個安心就業計畫 港澳市政府二三號上午召開旱災會議 預先做好六月中前都沒下雨的最壞打算 並盤點目前的抽水機具跟水源 另外陳其邁表示 目前節水成效還有改善空間 以要求水利局跟自來水公司評估 是否還有其他水源可開發 記者陳煥與許正俊高雄報導